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战朝一千年前的九远时期 有着灿烂的历史和传统的西藏王国 面临了叛军的巨大挑战 藏王命令血域最精彩的部队光军 把蕴含着西藏之魂的宝藏 移到安全的地方保管并守护 光军把宝藏埋在他们的秘密地点 帕巴拉神庙之后 与叛军开展了最后的决战 成千上万的叛军 光军丝毫不退缩 战斗之胜最后一夜 此其凌鱼光军一起战斗在前锋 他的勇猛使叛军闻风丧誕 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 河被他们的鲜血染红 太阳就像燃烧的火焰围绕着他们 等刀光剑影平息残阳如鲜 战场上已经没有活人 帕巴拉神庙究竟坐落何处 成为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谜团 十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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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18M 鲜蜜穢 这18M 鲜穢 它们的鲜穢 是这次的东西 The Guga 鲜穢 最后的东西 私不知道太多 这是一切 比较像那一切 就是物单开 由于云战 十五万 这本是因为 紫团就是身体中 是非常特别的 各位女士们 我不太肯定的名字 巴巴巴巴拉 巴巴拉 巴巴拉神妙 非常感谢 而根据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地方是叫巴巴拉 这篇文章有两个部分 坦白今天我们只能介绍一部分 我希望将这篇文章提供 价格已经十万万 五十万万 五十万万 五十万万万? 你确实吗? 现在 人们有一个高级结构吗? 这是确实的 没有什么东西 我没有信任 我没有信任 合作 谢谢女士们 我们美国会议定 再次能够更快 谢谢你来 特朗 到手了 剩下的半步呢 这就是藏鸥 它的脖子周围有一圈 类似熊狮一样的棕毛 体重从八十公斤 到一百公斤的超大型 人们认为 它有预测天灾人祸的能力 所以把它称为神犬 它们勇猛 彪悍 甚至古代的军人 喜欢把它们带到战场上 厮杀敌人 而它们对主人的忠诚度 也远远超过其他的任何犬主 我是一个专门研究狗的人 大家都叫我强疤或强疤教授 但在我的老家 你们知道那些小朋友们 怎么称货吗 狗叔叔 好像吧 知道为什么我会来到这里吗 好 大家请看这里 我就是在他身上寻找着 藏鸥的根源 紫棋林 传说中的锐兽 紫棋林和藏鸥有很多共同点 比如说 可以预知天灾人祸 勇猛彪悍 同样的忠诚 那可是传说中的动物 那么意思就是博士在找传说喽 好 好 我举个例子 当初爱因斯坦刚刚提出相对论的时候 学界的那些学者全都嘲笑他们 但当他的假设被证明之后 谁还嘲笑他 谁还会记得当初嘲笑过他的那些人 学者的任务就是证明假设 迄今为止 记载目击紫棋林 和证明他存在的资料不断被发现 尽管仍有人认为他是传说喽 但是我们坚信 他是存在的 而我也一定会找到紫棋林 来证明我的假设 因为这 就是我着目强巴的使命 我不想再跟这些人探讨紫棋林的过世 他们根本就不感兴趣 也不关心是否真的有自己 在他们的眼里 我的使命就是一文不值 一文不值你知道吗 以后不要再接演讲 我要回家休息几天 你也不要来打扰我 去参加酷败决赛是吧 是的 是我们家老头的意思 你也知道他的脾气 要是不听他的话 他就会爆发 庞贝火山爆发 跟他比起来就 只能算是挤爆一个青春痘的成果 好 行 我走了 爸 我知道我马上出发可以吧 卓木强巴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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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他才能帮助你 如果窥视神庙的势力 已经开始行动 我不能让强霸受到伤害 他们都是训练有所的打手 背后还有雄厚的财团支持 大哥 难道你不相信强霸吗 我相信强霸 我比任何时候都相信我的儿子 但作为一个父亲 我不希望强霸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 我的身边有你 我也希望强霸身边能有你这样一个人 你就放心吧 大哥 强霸对我来讲 就像是我自己的孩子一样 我希望强霸的图 你对了 你。。。 你很 films 你都不想强霸 你和我看着这家人 我看你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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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加油 哥 加油 来 加油 哥 我跟你说 你啊 要恶狠狠地 盯着对手的眼睛 要盯着他毛骨索然 盯着他寒毛都竖起来 后久是突袭 是这样的 要保证突袭的成功率 行李之后呢 立马爬 给他来个狠狠 眼下就可以搞定他 你还好意思说啊 你以为我像你那么卑鄙啊 行李之后下手也不算违规啊 来 你以为我像你那儿子 咱们把圣灵的儿子 我们要相信他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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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没关系 就你还行啊 你大届子 你起来啊 枪霸 吵 加油 枪霸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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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加油 你疯了他 扮了他 起来 起来 撤发 撤 快 加油 加油 小心 哥 没事吧 没事 加油 加油 打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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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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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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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加油 好 好 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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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 哥 好 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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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还不错 我试试 狗叔叔 怎么样 杨栗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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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这个腰带呢 是不可以落摸的 知不知道 不可以落摸 不可以 不行不行 那狗叔叔 那狗叔叔 那你接我 就要答应我 以后呢 不准他叫我狗叔叔 我就让你落摸 好不好 好 狗叔叔 好 好 让你们摸 不过你们要记住啊 以后在你们当中 也会有人成为酷败的 所以你们要乖 要努力知道吗 好 来 摸吧 杨栗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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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好了 就摸一下呢吗 差不多拿走了 有没有搞错 怎么找个巨人 不过还是输开玩笑 帅哦 这是 紫麒麟 谁 是你给我发照片的吧 我叫琢磨强疤 你是谁 那个是紫麒麟对吧 你照片在哪儿拍的 等一下别着急 请慢慢说 您一个一个问吧 首先 我是给您发照片的人 我听了您的演讲 寻找紫麒麟 是您毕生的梦想是吧 毫无疑问 眼角栗熬是我毕生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 我跟你一样 我也在找紫麒麟 我帮你 我们一起找 你照片在哪儿拍的 我们见面再谈吧 我给您一个地址 您方便过来吗 方便 非常方便 不管是北极南极都方便 你敢给我把地址发给我 好的 那我一会儿发到你手机上 好 恭喜大哥 抢疤终于成为了酷败 我也特别高兴 大哥曾经当过两次酷败 应该很了解 抢疤此刻的心情 既然抢疤当上了酷败 这件事情 我看是时候告诉他了 我打算今天 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 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看强疤 还没有索好准备接受 大哥不必担心 一切顺其自然 爸 强疤 押了法师你也来了 恭喜你啊 强疤 成为了苦败 谢谢啊 刚好你们俩都在 爸 你看一下这个照片 这分明就是紫麒麟 我都确认过了 这绝不是店长做出来的 它是真实的照片 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哪 强疤 别太激动 你先坐下来 我没办法不激动 爸 你不是不知道 我的梦想是什么 大家都认为 紫麒麟是个传说 是假的 而且说实话到最后 我都动摇了 但是现在看到这个 它是真实存在 是紫麒麟哪 张力 张力进来 张力 强疤 坐下 你需要先听一个故事 是 是 是 爸 你说吧 你听说过 帕巴拉神庙的故事吗 听说过就是 在雪域里面 家喻户晓的传说 这不是传说 这是真的 帕巴拉神庙 是蕴含着雪域之魂的圣索 自古以来 一直有人在寻找 帕巴拉神庙的踪迹 想要一夜保护 我们家族世代背负着 保护帕巴拉神庙的使命 我也是成为酷拜那天 接受了那神圣的任务 今天你也成为了酷拜 得到了接受使命的资格 我将这个一直坚守的使命 传给你 值得了吧 强巴 知道了 我竟然背负着一个 这么重要的使命 既然这个使命 这么重要 我必须要做好准备 做好心理准备 我脑子里 不能有任何的杂念 所以我们必须先 找到子麒麟 爸 我明早就出发 这样我就可以尽快 去接受这个使命 强巴 大哥 先不要生气 刚才强巴说的我都听见了 我觉得说得也在理 还是法师了解我 谢了 我想知道 给你照片的这个人 你认识吗 当然认识 认识 他刚刚把地址发给我 我明天一早就出发了 我越早找到子麒麟 我就可以越早 接受那个神圣的使命 是 傍晚 法师晚安 江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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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国家 师父 你认识 我应该看到人 那里得再去 传手 我们也认识了 没有 再来 你 好好照顾爸 听到没有 早上好啊 强八 每次见到你都很开心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这个车真的很不错 座椅很软 昨晚没走啊 我同意你去 但是有个条件 必须跟亚拉法师一起去 爸 法师啊 那个这一路上非常跌簸 我开始非常猛 到处乱开 从早到晚二十四小时都在开 所以很辛苦的 照你这么说 真的会很辛苦 我觉得这次旅行 我会喜欢的 来 一起走吧 还愣着干什么 来 把行李给我 来 放到我这儿 咱们俩这就出发 上车 好 既然爸你不放心的话 那法师跟我一起去吗 强八 从现在起 你不但是我的儿子 更是守护帕巴拉神庙的使者 我一直以你为荣 我一直以你为荣 以后也会的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绝对不能放弃 你一直是我的骄傲 人家 因为我有你这么个儿子 因为我有你这么个儿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早上好 欢迎来到藏区 找了个靠谷的 找到了吗 拍了一群人手 应该很快会有消息 靠得住吧 当然 按照老板的要求 他也变了最好的人手 动作要快 他手里有我想要的半本骨骼金书 必须找到他 如果找到他的话 那么之前说好的宝藏 就是我们的吧 有件事情我想问一下 那些宝藏 到底值多少钱 这是你想象不到的价值 只需要一项 那就能买下半个国家 嗯 那有什么家 哪有 複装 啊 我 还是 你 啊 你 周边 最可疑的 是我们 至于能大动干戈的吗 他不就是研究狗的吗 一脸傻样 动手 等一下啊 出现后动手也不管 你 什么 你知道我大脑多少钱吗 拿好装备 我们先动手 我不是说过吗 我潜入意大利黑手党内部的时候 有一朋友叫哈雷 他呀 也像你一样 行动特别轻率 结果呢 就被发现了 就在我眼前 我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他呀 他呀 你要是 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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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 他呀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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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觉得 你的形象 和电话里的声音 不太一样 感谢观看